瓜哥 你今天穿這麼黑幹嘛 對 我有個業配 是那個殯葬夜的業配 所以 而且安安林懷疑 安林說出來 可要死都不承認 這不是啦 就有一個很重要的訪談 你看 是不是昨天沒睡好 宿醉 沒辦法 火氣大 昨天宿醉了 所以今天狀況就會比較 比較爛起來 比較爛起來 不是 真的 沒睡好會這樣嗎 因為他可能睡不好 所以要需要酒精 是不是 應該這樣講 我其實長期不是失眠 我是淺眠 是長期 我比較淺眠 長期酗酒 喝沒你大 你也別再說 好嗎 我們今天不要不想講 我們都不會喝 也不會喝比你大 不是 不是沒有跟你喝過 我記得他今天會牙起來 不是沒有跟你喝過 今天很大 應該這樣講 OK 我們說實在 喝多一點 真的很容易睡 但是睡的那個真的是淺眠 就算我今天不喝的話 我這樣講好 我大概都一、兩點睡 五、六點就會起來 那你真的睡很短耶 不只短 其實這樣子很容易影響身體 很多的 比如說 專注力跟記憶力 對 我就自己知道 很明顯 沒辦法 像有的時候 什麼沒辦法 沒辦法記憶力 不是那個沒辦法 我不像你老公那麼厲害 今天不要惹 不要惹 而且脾氣真的很大耶 對啊 對,像這樣子脾氣大 也是因為失眠的關係 是 淺眠的關係 所以還有一點 不要以為說淺眠這樣沒什麼事 因為乾火旺 對 所以講話會讓人家覺得 你只是味道怪怪的 其實是乾火旺 所以有長期 沒關係,今天有專家在 今天有兩位都要來就診 另外一位也是 你有在失眠 我有 而且重點是譬如說 以前 大家以前會在一覺到天亮 但有一陣子 我是譬如說 每兩個小時或三個小時 我會起來 是莫名其妙要醒來 然後你就差不多滑手機再繼續睡 但是你真的完全睡不好 你就會覺得非常痛苦 就是即使你可能晚上 有那麼多時間可以睡覺 但是你就是完全就是 可能會覺得 沒有辦法那麼容易這樣睡到六個或八個小時 這個真的是很痛苦 對,你有這個困擾 我還真不知道 你有失眠的痛苦嗎 有 很濕 多濕 眠 失眠 是怎麼樣 好好講 就是我現在很 應該是跟趙哥差不多淺眠 就是以前我是 不會起來的那種 對,我一倒下去 我就再也起步回來 再回來是七天後 沒有 然後我現在就是會變成有一點 可能就是 壓力大 因為你也知道要經營一間餐廳不太容易 然後或者是要處理很多事情 然後就 你那些笑容 不屑的笑容 不好意思,他不是那種小便 有什麼好忙的 對不對 把自己講得跟就是一個大集團一樣 他每次來跳一杯酒給他 他 哇 怎麼酒 然後就是很多事情的壓力之下 就會變成 好像耳朵一直打開的 就是你只要睡到聽到 然後咻,你就起來看一下 然後尤其以前我不是 我養發豆嗎 以前他怎麼打呼我怎麼睡 我跟他一起打呼 他現在只要一打呼 起來啦 很生氣 真的睡不好,真的很痛苦 所以今天也要請到這個 身心科醫師 今天要來拯救大家 歡迎李文珊醫師 妳好,大家好 妳好 妳看起來氣色很好耶 妳應該都有睡飽吧 我睡超飽的 我一定要炸自己的招牌啊 為什麼這樣聽起來好討人厭 而且神醫用很輕柔的方式 講出討人厭的話 對啊 我睡得超好的 超好的 但是說國人的失眠狀態 或是睡眠品質不好的 這個狀態到底有多嚴重呢 大飛要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是的,健保署統計 2014年國人年吞 3.2億顆的安眠藥 你看一個人 平均一個人 他吃了多少安眠藥 這個算不出來 數學這個東西 而且我可能要請教大翔 截至2018年止 國人已經使用安眠藥物 已經超過9億顆了 9億 對,所以平均下來 我還是要問一下大翔 短短8年 要請教新鮮 短短8年 剛剛是說多少跟多少 已經兩倍了吧 兩倍了 對啊,三倍了 快三倍了 四年的期間 對 因為他現在有一點 年輕化 就是 不是以前都是老一輩的人 可能有失眠 現在是年輕人也失眠 對 台灣每五個人 就有一個人 就會失眠 平均算起來 真的是越來越年輕化 以前就覺得說 我們這個族群 好像不會有人吃安眠藥 吃安眠藥 大概都是 真的是爸爸啦 長輩啦 阿公阿嬤 才失眠 但現在不是 我現在發現 年輕人好多在吃安眠藥 真的 我整間很多是大學生來男藥 大學生 對啊 他也有高中生 高中生 誰會你漂亮 想去看你吧 有女生也會來男藥 對 因為有些是 比如說失戀啊 然後還睡不著啊 是 然後或者說要考試啊 要報生命啊 壓力大 壓力很大 了解 所以你看真的越來越年輕化 但是很可怕喔 我們今天要告訴大家 其實睡眠不足到底 到底會造成我們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們今天有整理 一一拿出來的討論囉 失眠 第一個 大家有沒有因為失眠 身體出現過什麼警訓的有嗎 我自己還滿嚴重的 就是我跟他講說 有一陣子就開始壓力比較大 其實我大概 三過三十的時候 開始就會開始睡眠 開始比較中斷 有時候可能是 喝太多水 會起來上廁所 再來是你睡不好的時候 我會起 對 就是 我很容易就癢 是喔 對 就是你睡不好 尤其是比如說 你可能連續兩天或三天 你睡不好的時候 你整個過敏會壓起來 你抗力會變弱啊 對 有時候你會有蕈麻疹 或是有一些紅疹會出現 蕈麻疹不是會死亡嗎 那很嚴重 很嚴重 很嚴重 有一些是過敏反應休克 對 然後我就覺得非常痛苦 因為有時候女生可能要穿短袖 或是什麼 她就一看到你全部都是紅紅的 再來是蕈麻疹 就是你晚上的時候 你睡不好的時候 你早上起來的時候 很熱 又是夏天 你就會一直抓 然後就開始會有一些 疤的狀況這樣子 然後重點是因為 你其實有時間睡 但是你沒辦法睡好 我覺得超痛苦的 對 這真的很痛苦 那 糟糕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失眠 淺眠 因為我這個人不可能失眠 我如果 你說誰出人名 出別人的人 對 旁邊的人 對 旁邊的人會出人名 所以我一定會 怎麼樣都想辦法讓自己睡 那大家其實都知道 這幾年 手機的那個APP都很方便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雖然每天我自己有算過 但是實際上 如果照醫學來講說 有六到八個小時就說 睡眠就算OK 可是我為什麼常常會起來 就一肚子活 你是吧 所以我就不相信 然後我就有下載一個 那個睡眠的APP 我後來才知道 我有時候甚至是睡到八個小時 但是那個APP會計算 我實際上只睡四個鐘頭 很窮 有的時候只有三個半小時 他怎麼算 一看就說 原來 我都是淺度的睡眠 不是深度的睡眠 他怎麼算 對 他有帶東西嗎 手錶 配合手錶 那個APP 所以你手機在戴 手錶在戴的時候 你這個睡眠的時間 對 我剛剛說你睡好 為什麼 你怎麼會這樣 你果然沒睡好 果然沒睡好 昨天真的宿醉 昨天宿醉 所以現在有點怪怪的 所以沒有睡好以後 就會恍惚 恍憤 恍惚 整個人就會怪怪的 你知道嗎 會 會 真的嗎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所以那個 所以這個睡眠 可是有個問題 我記錄一個月以後 我就不想再記錄了 因為他那個APP 要付錢 我覺得他們太多了 這到底什麼是要 真的 他記錄要付錢 可是因為 好 因為如果你沒改善 你記錄也是白記錄 對 所以 我就不會再付那個錢 這怎麼說錯 不是 你講到重點 所以我就不要再付那個錢 我自己知道說 我就是一個淺眠的人 我大概每天只能睡 四到五個鐘頭 最多了 我睡不足六個小時 或到八個小時 但我的總時長是有的 可是那就是淺眠 沒用 假睡 有睡的 對 所以趙哥 那如果你睡得好的話 你脾氣就變好了 超安靜的 淺眠跟一個白兔一樣 已經不是玉兔了 真的是白兔 白兔 他沒睡好就跟一個野狼 那你還是一二五嗎 一二五 那你還是不要睡好了 活潑一點 用這個APP紀錄真的有效嗎 其實那個APP紀錄是 紀錄說你翻身啊 還有你的動作 對 他會記錄說你是 比如說測睡或是長的睡 然後去判斷說你是 睡得夠深還是睡得淺 對 那其實我就覺得這方便啦 因為滿便明的 因為如果真的是要到醫院去做測量的話 那個要睡一個晚上 而且要黏很多線 就是要測心電圖啊 然後測呼吸啊 然後測你的肌肉的肌墊 所以你就會睡得很不好 所以如果在家測的話 用這樣其實滿方便的 但是現在其實有些廠商 也是做出一個就是 比較符合醫療級的 那個趙哥可以試試看 對 他只要戴兩天就好了 他是不是還要戴什麼 他只要一個圓圓的貼上去就好了 對 然後這樣他就有一些數據 就直接跑出來 他會測你的心電圖 跟你的呼吸速率 還可以看你有沒有就是 睡眠呼吸中止症 哦 這樣子喔 對 那個就會比較準確一些 不是啊 那個準確沒有用啊 問題是我想要好好睡覺 還是沒辦法克服啊 沒有 還是說他應該要整 這個做這個測驗出來之後 你才知道怎麼對尖下藥 對 就是說比如說 你是入睡困難呢 還是說潛眠呢 還是說因為你睡眠呼吸中止了 他很簡單 他就是整個人生都很困難 好可怕喔 容易嗎他